高伯豪面對海珍的防守 會直接打掉嗎 那麼速度來做 造成一個單位 而且還把這一球給拋進 還遇到太不足的首相 這邊再來一個三分數 來吧 今天新竹的阿伯沒有極限 高伯豪來罰球界的拋投 高伯豪面對海珍的防守 會自己打掉嗎 用速度來做造成一個單位 而且還把這一球給拋進 來看一下前面高伯豪的快攻 再給到艾夫博 中心裡的拋投得分 中心到太不足的首相 這邊再來一個三分數 來吧 今天新竹的阿伯沒有極限 回到林蘇豪 來 底線的大 還是要靠蘇豪 高伯豪 我覺得做得好最重要是防守 因為前面四連敗其實我們防守做得很差 然後在連勝這段期間 教練團不斷要求防守的強度 跟快攻的細膩度 我覺得防守是最重要的 絕對不可或缺的一個阿伯 他就是艾夫博 中的阿伯 不錯的內容 帶過來就出手是艾夫博 這二連勝當中 絕對不可或缺的一個阿伯 那就是艾夫博 那兩場比賽下呢 那艾夫博的平均得分超過了30分 艾夫博在快攻時選出3分 新竹阿伯 加速的時候高跑2分 過後再把球撥出來 這一個三分球 過了陳玉瑞在一個360度轉身 在監視華史的面前 慢慢找回盡中的 一兩場比賽打出不錯的內容 帶過來就出手是艾夫博 艾夫博 艾夫博 很快 休息室 是 艾夫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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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下進 添出腿 艾夫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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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夫博